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海纳百川之博大 辉红自信之气度 无比辉煌 无比强盛 无比荣光 傲视古今 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一路遥遥领先 为后世传颂 为万国敬仰 开创大唐盛世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今天首先要讲讲唐太宗李世民家族的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在一个武功显赫 出过王侯将相的贵族家庭 李世民的家族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要知道唐朝之前的历史才能了解李世民的家庭 好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 首先说说他的母亲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尊敬的人 他的母亲姓斗 是一个非凡的女子 聪慧又刚强 她是北州上驻国斗义和襄阳长公主夫妇的女儿 是北州创始人宇文太的外孙女 好 这里就需要解释了 什么是上驻国呀 襄阳长公主又是什么人呢 三国之后的历史称为魏晋南北朝 这个南北朝呢 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很多小国家 叫五湖十六国 湖就是指少数民族 就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有十六个 其中有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国家叫北州 建立北州的人叫宇文太 宇文太有一个女儿叫襄阳长公主 嫁给了斗义 这个斗义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人 他的官职是上驻国 北州这个小国家有八个上驻国 也就是说国王下面有八个最重要的大臣 斗义就是其中的一个 斗义和襄阳长公主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子长大后嫁给李渊 生下了李世民 李世民的母亲一出生就很特别 头发垂到镜下 三岁的时候 头发和身体一样长 显得特别美丽 北州五弟是他的舅舅 非常喜欢他 就把他带到宫中抚养 因此他从小耳濡目染 见多识广 北州五弟的皇后是突厥人 是为了拉拢北方强大的突厥势力 而做的政治联姻 其实北州五弟与这个皇后没有感情 表现冷淡 因为当时突厥对北州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突厥人要是知道了北州皇帝对待皇后不好 当然就会不利于北州与突厥的政治同盟 大臣们只能在背后议论 当面谁也不敢劝说皇帝 但是这个小姑娘都是很敏锐 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他就劝戒他舅舅说 四边未尽突厥上墙 愿舅以情抚慰 以苍生为念 但须突厥之助 则江南关东不能为唤矣 就是说你应该多关心体贴皇后 抑制自己的感情 这样才能得到突厥的帮助 您才能对付江南的陈朝和关东的北齐 北州五弟真的接受了这个外甥女的劝告 奈着性子去陪皇后 安抚皇后 而斗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也就七岁左右 当时北州以一箭双雕文明的外交家 长孙盛听到了这个故事 赞叹不已 他说 这个女孩子这么不烦 以后我们应该和他们联姻 后来长孙盛的女儿果然成为了李世民的皇后 这是后话 公元578年 北州五弟死 他的儿子继位称宣帝 娶了隋国公杨监的长女为皇后 宣帝寿命不长 死后传位于儿子靖帝 靖帝还是个小孩子 他的外公杨监就当起了大丞相 辅佐这个小皇帝 公元581年 杨监逼迫自己的外孙靖帝善让地位 这样杨监就自己当起皇帝了 这就是隋文帝 改元开皇 国号大隋 杨监夺了他自己亲外孙的皇位 为了免除后患 斩草除根 把皇族的后裔也杀得七零八落 斗氏看到他舅舅家遭受这么大的劫难 非常气愤 一边哭一边说 恨我不为难而不能救舅家之难 他的父亲斗义赶快把他的嘴捂上 斗义说 辱物妄言 灭无足矣 意思是不能乱说 说这话可是要杀头的 斗氏的英杰豪气 可见一斑 历史真是有意思 后来他的丈夫李渊和儿子李世民 夺了杨监建立的隋朝 应了他要为舅舅报仇的誓言 斗氏到了成亲的年龄 长得非常美丽大方 四方名门望族子弟慕名来求婚者 络绎不绝 斗义在家摆出一个屏风 放到庭院 上面画着两只孔雀 斗义对求婚者说 谁有本事从门口射箭 射中两只孔雀的眼睛 我就将女儿许配给他 很多求婚者都不能如愿 李渊是最后一个求婚者 拿起弓箭刷刷两下 孔雀就瞎了 真是寂经四作 李渊成就了这个好姻缘 这就是雀平泽叙故事的来源 斗氏与李渊结婚后 生了四个儿子 一个女儿 四个儿子分别为 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渊吉 母亲斗氏对李世民的一生 有重要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再说说李世民的父系家族 李世民的八世祖李蒿 西晋末年在敦煌九泉建西梁国称梁武昭王 李蒿是龙西大族 还是汉代非将军李广的后代 李渊的高祖父李希定居武川镇 他们与后洲隋朝的皇族都是同乡 武川在今天内蒙古境内呼和浩特市西北的武川县西部 在北朝时代是一个边关军事重镇 只有十几个四百米跑道的运动场大小 这个镇虽然很小 但是出过五位皇帝 真是风水宝地呀 李世民的曾祖父叫李虎 是西魏的开国功臣 封为太魏相当于国防部长 尚书佐普耶相当于副宰相 封的爵位隆西郡公 后来西魏被北周取代 李虎死后继承他爵位的是儿子李并 改封国号为唐国公 李并的儿子就是李渊 世袭唐国公 这个唐字就成了后来唐朝的国号 唐传说中瑶帝部落居住的地方 历史上称为唐瑶 这个地方就是太原 那应该是一个出圣人的地方 在西晋末年到隋朝这二百年中 李氏家族一直是西部关隆贵族世家 解释一下关隆是指陕西甘肃地区 当时有八个显赫的贵族 称为八诸国军事集团 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身份高贵 独孤氏的姐姐和妹妹都是皇后 妻妹就是隋文帝的文献皇后 所以李渊和隋阳帝是仪表兄弟 是隋朝的皇亲国妻 李渊十六岁就担任隋文帝的牵牛背身 成为皇帝的禁卫武官 这位皇帝就是他的姨父 什么叫牵牛背身呢 皇帝的警卫官身上都带有一把玉制宝刀 宝刀就是刀 为什么要叫牵牛呢 这把刀是特殊的材料和技术制成的 杀上千头牛还很锋利 牵牛背身这个官职虽然不高 但是很重要啊 首先必须是皇帝的亲信 还要武艺高强体格魁梧 仪表堂堂 李渊正具备这些条件 在隋文帝时期 李渊先后当过乔州 龙州 齐州等三州刺史 阴阳郡太守 是地方官吏 到613年 李渊已经在京城做了正四品的魏魏少卿 掌管京师的兵器军备 但是隋阳帝杨广登上皇位之后 对他的表弟李渊并不看重 因为李渊善于结交豪杰 杨广心怀猜忌 李渊喜欢豪马 家里养了很多豪马 杨广知道后 心里很是不爽 幸亏李渊夫人 斗士察觉到 劝李渊将家中豪马送给杨广 才让杨广开心 李渊总是对斗士夫人 怀着欣赏和感激之心 没有这位夫人的相助 他的仕途会有很多的艰险 现在我回过头来说说李世民 李渊前往隆州途中 住在隆西武宫县的一个临时公馆里 李世民出生了 这是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五五 也就是公元五百九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李渊的夫人斗士生而不惊 很顺利的生下第二个儿子 这个婴孩很特别 静悄悄的从娘胎生出 不哭不闹 据旧堂书太宗上记载 时有二龙细雨管门之外 三日而去 有两条龙在门前飞腾喜喜 以神奇祥瑞特出的方式 昭告天下 真龙天子降生了 李渊夫妇不胜欣喜 但也顾虑天机泄露 告诫家人保持低调 不要向外张扬 更令人惊奇的是 六百零三年 李渊又调到齐州当刺史 一位书生 自称善于看相 见到四岁的李世民时 说龙凤资荣天日相貌 年二十必定能济世安民 李渊听吧 这分明皆是 这个二郎将来会出人头地的做皇帝呀 这话若要传扬出去 其非招来灭门之祸 李渊害怕书生言语泄露 立即派人追杀 书生忽然不知去向 李渊相信 这位书生是神人 这是天神给予他的天机 与斗士夫人商量后 采纳济世安民的意思 为这个孩子取名为李世民 李渊夫妇在十年前 已经有了一个长子建成 自从这个二郎出世之后 夫妇俩特别喜欢 夫人斗士善于书画 平日里总是带着二郎 指点他读书写字 期望这个二郎文武双全 长大后能够真正担负起 济世安民的责任 听众朋友 今天播出的大唐圣王李世民 第一集到此结束 请继续收听第二集 少年公子天生伟弃 订阅王李世民